经上有对这个苦乐做个分析 乐 基本上是从我们的感官 眼耳鼻舌生意发出来的 这个乐有没有呢 确实有 佛讲五种兽 忧苦喜乐舌 五种兽 忧受苦受 乐受洗受舍受 就有洗受跟乐受 那么出家人是不是就是没有乐呢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 世纪人的乐 它是建立在这种物质的感官之上的乐 出家人的乐的话呢 各位会常常听到叫残阅为师 残阅为师 所以修行者的生命的安顿呢 它跟世间人最大的不同点呢 就在于世间人对于生命的动能呢 他的乐 他的追求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动力 就是这个快乐 他就是要离苦得乐嘛 要求这个乐嘛 他这个乐是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男女的淫欲 眷属的这种呢 情职 感官的这种呢 意识的享乐 刺激 在这上面 那么 行者 修行者呢 他对于生命的追求 是什么呢 是因为离开了这些感官的事迹以后 内心的一种寂静 产生的喜乐 这个叫做什么 残阅为师的乐 而这种乐 其实是超过 世间的所有的快乐 世间最快乐的事情 无非是男女的淫欲 可是在禅定的喜悦呢 是千百倍于男女的淫欲的 再一点 世间的 男女的欲望 眷属的欢愉 他都是伴随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无常 无常 他都是伴随着无常而来的 不成 是刹那很快的消失掉 可是呢 行者 修行者 他所成就的这种 安乐 世间们呢 是很久的 是增上的 是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深化的 他不会消失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 朋友的 他不是凭借着 外在的感官的 刺激而存在的 所以说 我们 要了解到就是 深重 修行者呢 他的生命的价值 其实也是在一种追求当中 只是他所追求的 跟世间人呢 截然不一样 这只是从世间人的相对的角度来谈的时候的话呢 他当然的 殊胜 超过于世间的这种价值的角度 还有个更殊胜 更重要就是 当 修行者 解脱生死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生命的安乐 就不是这个感官可以谈到的东西了 各位知道 我们的感官的话呢 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一个身体 这个肉体之上而已啊 当一个开悟的行者呢 他的生命是 便于一切的 有情无情之上的 我们简单的讲 最简单一个就是说 你 好了 给你看最好的天上的了 啊 这个 眷属 无量无边了 啊 你的这个情欲的话 你也满足你一切的情欲啊 最漂亮的男人 最漂亮的男人 都给你去 做你的这个 这个伴侣了 吃天上的最好的了 睡天上最好的了 你还不就是一个身体吗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开悟的行者的话呢 他是分身无量 有情无情 三个大地 都是他的生命 那各位想到 他的生命是无量无边的生命 其他的我们不谈 就谈这一点 一多的差别 世间的生命 永远是只是一个肉体 修行者 解脱的生命 是无量无边的 就这一点就够了 其他我们不多谈 所以呢 各位 我们学佛 不只是出家中 也不只是修行 乃至各位的 在家居士们 也要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信念 对于 佛法的解脱 对于佛法的菩提的 决心 的追求呢 要绝对要坚定不渝的 建立自己 强有力的信心 长远心 真实心